哈喽大家好,我是潘大帅,欢迎来观察一下这个毒奶粉,很嚣张嘛,想来暗杀我呀,怎么这千块子也是个毒奶粉呢,哎呀那这是大水冲了龙皇庙,一家人不是一家人呀,这局大家握手言和好了好不好,对不对,哎呦漂亮,这可以行,一棒子打开宝,但是这个昆虫不太宝得住了,本身昆虫想起来, 想要遛小提琴的话,它更多的是要靠一些狭小的空间来拦住小提琴亚走位的,因为这根弦你的虫是挡不掉的嘛,所以小提琴亚如果说拉弦封住交后点,这昆虫就很难办的,那这根弦一个精彩的一个预判打到的话,后续这昆虫根本漂亮,宝瓶别救,这套这种宝瓶别救不太够,机子不太够,因为这个介绍时间闪现都还没好呢,得救得救, 说实话得救,不救,卡死救一波,得有一个人站出来第二波六起来才行,精彩手这边还被通缉到了,那我感觉小提琴亚这把机会很大呀,傭兵这边是跳呼臂过来准备救人了, 确实这边穷者需要给到小提琴亚一些压力,但是这个通缉本来傭兵修机,然后那个救出来救人呢,也是不错的,但这边卡拉救下来了,可以,那这边算是什么呢,就是算是机球手正面吸引,傭兵背后偷人,把这个人给捞下来,可以啊,这边闲,三二一,走你,飘,昆虫没了,那也行,漂亮的一根弦, 把这个虫给打了,我话还没说完,不要打问号,能保吗,机球手跟过来,距离有点远,距离有点远,他要在挂人之前赶到的话,可能还能打一打,现在的话,这波救人其实可以了,这波救完以后呢,可以让机球手那边压着,因为现在通缉到傭兵,机球手那边压着,然后救不救无所谓,救不救无所谓,就压着,然后给到外面傭兵和看探员修机的一个空间,让他们去把机子给修了, 能修多少修多少,尽可能修,后续的话就是看待员,机球手这边站出来,来进行吸引,或者说拉开也行,机球手拉开,然后你自己找人,你找到谁吗,你找到傭兵你抓吗,你找到机球你抓吗,这三个人都不是那么好抓,这边传说落地,找到了来,毒奶粉的对决,相对来讲,我更看好这个,小提琴啊, 因为他前面的这几根弦的发挥,感觉这手感很热啊,咱们镜头给上,这边的话,这根弦会把他拉到掉下去的,卡这位置,他只能等这根弦结束啊,他这边等,等,不,等这个磁铁结束,哎呦,你等这磁铁结束,然后用这个弦来封这个,看待员的走位感觉会好一点,那这样的话距离拉开了, 果然被我看好的人都会带来不幸吗,没事没事没事,时间还是比较充沛的,这边的话一根高,哎,高地弦来不及放,逼下来以后,用弦压住位置,看待员的话,这边还有两块磁铁,很不错啊,这看待员位置卡得很好啊,走位也很细,但差不多了,磁铁玩光,你终得倒了吧,这根弦好像又没有了, 先减速音符给他打上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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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,然后,好的,磁铁交完了,确实溜得很好,在后面,一刀打,八秒钟下一波,这一轮的一个牵制舒适化时间是挺久的,给到外面的话应该是差一台半的机子,算一下机子,总量已经不到那个一台半了,大概一台出头一点点, 显,漂亮 呃,几书手来救,手里应该还有薄命,他最好等到佣兵才几次修完,他先卡一卡,先卡一卡,这样的话,球者确实有机会去尝试打一个三人开门战了, 这边先等他卡一卡,然后几书手不吃双岛进化,把人救下来,然后几书手拉走,开大员拉走,然后佣兵就最后一波三人开门战啊,剧本是这么写的,就看能不能救下来了,因为毕竟这个小提琴之前我们也是观战过的,这操作很好,今天这发挥也很不错,哎,哎呀, 哎呀,这刀稍微有点点急呀,拉开拉开拉开,拉的方向不对呀,拉的方向,这个方向,躺这边,感觉距离有点近了,最好就救得下来,第一时间往双十一那边走,闲,无穷都,但是这人没倒,人没倒就有点对了, 为什么呢,人没倒,我牵制的就是正确的,就最怕的是什么呢,你往一个不该去的地方去了,然后呢,人还倒了,他这边呢,虽然说,刚才感觉是往密码机那边去的,就是没有拉开密码机,但是,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,他没倒,这波还是刚才那个椅子的,那么,这一局呢,我,你们要问我,就, 虽然说出现了一些,跟我判断不是那么相同的,节奏点,但是结果我可以很负责的跟大家说,就是一个,无穷多好弹 我觉得啊,是个多砖,哎,我觉得是个多砖,我觉得,哎,等会的传送交,我那个老天爷,让我再,容我再想一想, 地窖在这边,勘探员,目前没有子铁,接受手两根棒子,但接受手一险倒地,勘探员,撞脸,拉开吸引,来,兄弟,抓我 平局应该是有的,真圣面的话,目前来讲好像不高了,因为他这波传送交了,他这边是想传送过去手密码机了 看来,这边是要倒地 翻,走,往前,傭兵那边开门,他不会走了吧,走不了,走不了,走不了,这边主要是吃了太多的减速音符,这个移速的话,他进不了下一个交互点,下一块子铁也蓄不出来,倒地,可以,可以,可以,平局 可以,两强相争,最后握手言和,很精彩 这局的话,穷者在残局的一个牵制啊,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 感谢观看,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